小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请拿出你们生活数学第四本 请常开第16页 ok 好了 小朋友 你们要 你们要准备形状板 跟这个chop 还有bancer ok 形状板之前是已经有给了 ok 来 说说看小狗吃饭用什么装 小鸟的架在哪里 小猫住在哪里 可以小狗吃饭用什么装 就用碗装 这个蓝色的碗 小鸟家住在哪里呢 小鸟家住在这个红色的笼子里 小猫住在哪里 小猫住在这个物质里 ok 现在拿出你们的形状板 ok 小狗吃饭用什么装 就用这个装 对不对 我们拿蓝色形状板来放这边 ok 小鸟家在哪里 小鸟家在笼子里 这个笼子是什么颜色 是红色 ok 小鸟是黄色 ok 下面的也是一样 小狗吃饭用什么装 小狗吃饭用什么装 啊 用碗装 对不对 它碗是什么颜色 是蓝色 小猫家是在哪里 是在小屋里 小屋是什么颜色 是黄色 小鸟家是什么颜色 是红色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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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capacito ok OK Kosten 来请翻看第17页 这样 我们将左右对应的图点起来 ok 小而这家在哪里 小丫的家在哪里 是都是在小屋里 是在笼子里 是 Know how to add it 连起来,猫的家是在哪里?猫的家在小屋里,把它连起来 小狗用什么来装?来装食物,是用碗来装食物,把它连起来 请翻开第18月,把左图中和右图相关的东西圈起来 我们看第一个图,这个是猫,猫喜欢吃,喜欢吃苹果嘛 他不喜欢吃苹果,他喜欢吃鱼,把它圈起来 要跟着它的 . . line圈起来 狗喜欢吃香蕉吗?他不喜欢吃香蕉,狗喜欢吃肉 狗喜欢吃鸡,把它圈起来 小鸟喜欢吃什么?小鸟喜欢吃这个,把它圈起来 小朋友请翻开第19月 你知道这些小朋友正在做什么吗?他们需要哪些东西来帮忙? 请把他们圈起来 我们看第一个图,这个小女孩在做什么?她在刷牙 刷牙,她用什么来刷牙?是用剪刀吗?不是,是用牙膏吗? 是,把它圈起来 看这个小男孩,她在做什么?她在吃饭 她要用什么来吃饭 是要用筷子呢?还是用这个? 对,筷子 把它圈起来 这小男孩,她在做什么?她要喝水 她要用什么来喝水?是用书包来喝水吗?不是 这样背来喝水吗?是 把它圈起来 对,筷子 对,筷子 对,筷子